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确实脑子里有很多问题 我在网上看 就是说真的请你们来解读解读 最近两会不也聊吗 又说什么分田分地分财产 然后希拉里跑中国来 又说让咱们买他的债 然后我们现在聊 说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不过我那天想 曾几何时 咱们中国经济学界不是有一句话吗 说欠债的是爷 放债的成孙子了 那么咱现在跟美国 谁是爷谁是孙子呢 就是说我们跟他最大债主 他们有人讲了 说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没准中国的世纪性机遇到了 感觉大唐盛世要来了 这话有谱没有 再者说 就说咱们现在那么大的 买他们那么多的债 这玩意到底是与融俱融 还是与损俱损呢 我们讲中讲世界呢 资产负债表两头台 第一 一年半中 全世界的财富 蒸发了50万亿美元 这是资产类 第二 全世界为了救世都在发债 全世界的债务增加了 50%以上 这时候你看啊 一左一右 那么你想一想 原来呢 你这资产是10万亿 负债是1000亿 你不愁 对吧 现在你资产去掉一半 债务增长50% 你感觉是什么呀 咱们用普通人的观点看 那普通人又一人欠我这么多债 他得给我跪下吧 但是我说什么 他就得怎么 可是在中国不是 他不仅不给你跪下 他还比你牛 现在不是在中国不是了 对了 现在这个文化 就是债权人 得给债务人当孙子文化 已经传递到全世界了 对了 美国老大哥 首先现在杨白劳了 哥 现在我欠钱最多 你还得再给我 啊 中国 用小沈颜那话说 这眼睛啊 这一闭一睁 咱成美国第一大债权人了 美国现在外债是2.2万 国债是5万多亿 咱们现在 外债是2.2万亿 咱们现在就占了将近7100多亿 还有两房债3800亿 所以咱这2万亿啊 有12000亿 是 在美国人又回去了 又借给他了 13000亿 这13000亿 去年其实8月份以后 咱就担心 这钱回到美国 美国人的经济这么糟 他以后还得上吗 要贬值怎么办呢 可是这个 布什也老给我们 胡主席打电话 先说是感谢 奥运 怎么热情招待 接着就说 再买我们点 然后经济学家 美国的投行专家 也跟着忽悠 你买不买 你要不买 你后边那2万多亿 我们这一贬值 你就都跟着贬值 你还得救我们来 救美国 就变成救中国了 所以这股劲儿一买 我们这去年 这后四个月 四季度 又进去将近有 将近2800亿左右 进去之后 今年希拉里来 就刚才你说这段 这次来 还是希望咱们接着买 但问题是 他接着买 咱们现在 买到那儿的资产 现在咱们安全问题 怎么保证 这里边插一句 你换一个角度 你说他 他也不那么傻 你不买美元 你说你买什么吧 你买日元 没收益 零收益 你买欧元 现在东欧危机 如果延伸到西欧 哪天欧元变元欧了 他们说叫苏东坡 苏东坡 说东欧这么滑坡 苏东坡 那么你想想 除了这个东西 你买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 得提一个思路 就是我和季峰 我们反复琢磨多次 必须得把这两万亿 以什么形态管理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什么管理 不是有人说分给老百姓 挺好吗 这问题实际上 今天也是两会的一个话题 两会代表又还有人提 说要把咱这国有股 给大家分了 那么今年实际上 开年以来 2009年 这提分国有资产的 成了 这个成了一个 时髦了 对时髦的风趣 比如说 像谢国中 陈志武他们提出分 这个鬼谷 这个张维迎提分 分外汇储备 还有牛刀提到分土地 都不彻底得分土地 这分这个话题 严格说呢 就和咱们今天谈 这外汇储备也有关系 刚才你也谈到了 现在咱这个 这个黄世人 给杨白老 这个磕头啊 拜年啊 这已经传递到美国去了 现在美国人就是杨白老 他这危机啊 让全世界人负担 其中中国是第一大债权人 那么这就是 我叫你们来开会 这就是集团的 这20个国家 你都得来 你不来 你不来 你手里那钱砸了 是吧 我说让你再借我点 你还得再借 那第二个问题 中国人就不愿意借啊 说这借风险太大 你这美国这第二波 说风卡又来了 那干脆不给你 我们分点行不行 这就引出你这两个话题就串一起了 从这外汇储备给美国人有风险 有人说给给予其给美国人换绿票子 咱们这儿啊 今后他一贬值 这是咱们中国坦率讲 刚才谈到了 说咱这个面对美国的金融风波 咱是威还是鸡 对啊 坦率讲 这个美国人在未来两到三年 不管他是进一步行事恶化 引出第二波第三波的这海啸来 还是说他的经济复苏 现在咱们最大的风险 就是这两万亿储备 因为恶化咱们好解释 才得一复苏啊 现在美国人这个印刷机 印出了这个票子 已经是超印了 这个具体数字 他不会告诉 披露出来 但是人们估计恐怕是一万亿计了 那么现在呢 他经济不好 他这个现金为王 大家都不投资 都不借贷 所以他没显出来通胀 他经济只要一复苏 国际的大宗商品 就需求就大了 一上来呢 那么这种情况 票子就开始变毛 通货膨胀就要到来 所以那会儿 也就是美国经济经济复苏 也是咱们预示着 咱们最大的两万亿储备 所以这里边就他那点 他那复苏了 咱还算了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 到底什么时候是中国人的机会 所以最近那个 我们新闻出版署的 那个袁署长叫赵启正 他有一个观点很好 中国没在美国金融危机之中 这个观点是令人眼前一亮 实际上去年啊 我也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我就感觉 这国家领导终于看 跟我这观点一致了 就是说美国人现在 跟咱们不金融 它是金融危机 但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 能够幸免于难的就是中国 不是我这个外行啊 我就说我不懂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债啊 他这个玩意最后他要真的还不上了 你想一个公司 我可以法院判你 这么变卖财产 分给这债主 你想就国与国之间要搞到这样会 最后会怎么样 没辙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能破产 所以国家信用就可以还债 就可以借新债还旧债 所以当美国这个风险的时候 你如果说了好了 那我们讲降低美元储备 降低美元资产储备 那么你看这啊 海上大阅兵开始了 对四月 你这什么意思啊 现在最大的风险是 随时可能爆发局部战争 因为还债 因为东欧当年是 你想当总统 我给你借钱 你就当总统了 你没想过怎么经营这国家 现在呢 对不起 我没钱了 我没那么多钱给你了 这时候呢 你的外汇急剧贬值 导致呢 东欧很可能成为 动摇西欧 整个金融体系的次贷 北朝鲜 现在也要打仗吧 石油价格 你看迪拜现在成为 全世界最大烂尾楼了 俄罗斯 油价147个石楼 那个时候 全民社保 全民医保都出去了 结果现在呢 想花钱的时候 崩 35了 所以石油价格爆贬 东欧货币危机 现在的问题是 索罗斯最近讲了 要警惕 局部战争 天哪 这里边还一个 去一下广告 我感觉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来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聊战争了 你还别说你不懂 你这一句话点到点子上 当年一次大战是为什么打的 局部战争 刀火线 是因为英国经济崩溃 首先是经济 第二次大战为什么打的 2933年大萧条 把德国给整垮了 那么历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导致了战争 所以不要以为这次危机他没有战争威胁 所以这里边 危言耸听吗 我补充一点 现在呢 有人说金融就是战争 这个话听起来讲 你战争是什么 战争不就是决定着一个地区国家之间财富的转移安全和增值吗 都是为了利 现在我就咱就举这例子 这两万亿储备 美国人美元贬值一个点 我们升值 那就是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去年南方广东这个大雪灾 这不是才1450亿啊 所以这种财富的转移 比一次大战二次大战 那个飞机大炮 那可来得快啊 没有硝烟的战争 所以我就说 回应温涛刚才说这句 说咱这位 到底他能不还咱钱吗 不是不还钱 美国人 美国人贬值 你那票子那会再还两万亿 明白这意思了吧 太黑了 所以就这么回事 现在我换你 文涛 二十年前我借了你两万块钱 今天我还你两百万 你觉得我够不够哥们 咱二十年没见面 那是十倍的哥们 对 但是二十年前两万块钱是你的身价性命 今天两百万是你的九牛一毛啊 这就是债务迷局 财富 这就叫他有 对财富 他有绝对财富和相对财富 每个人都在追求绝对财富的时候 却没有注意到相对财富 由于资产泡沫 由于通货膨胀 实际上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我在香港有感觉 我就拿港币工资的呀 别的我不懂 我说这个香港 他这港币跟美元 这个联系汇率 我觉得现在我们实际 工资公司得加工资啊 天天在缩水啊 文涛 你在香港 我这心里边就有一句心里话 我始终在讲 咱这七百万香港同胞啊 现在真的是在抗震救灾的第一件 战壕里 是吗 不是战壕里 他在咱那第一排战壕那挡着这金融海啸呢 他非得跟美元挂钩 是啊 这美元扁 他就永远就随着他跟大陆子 大陆你说吃香的喝辣的 咱这个香港现在上市公司市值基本上都是靠大陆撑着 但是他就货币体系 银行体系 股市体系 他就跟着美国走 然后他还要非跟美营标着走 你说大陆这边现在呢 我们现在严格说 就是我刚才说啊 赵启正同志提的这个 我们没在危机之中 咱这个 为什么咱们是世界最看好的地区和国家最有希望先走出来呢 这个危机要抓住了 咱这次机遇就 我想一定是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好时机 因为咱的金融体系 里边包含的货币 银行股市都不跟他沾 所以现在宣传上 如果你老说你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那你就搭进去 你也救不了 我们必须要走出来 要唯唯救赵 不是 但是我听到的都是危机啊 就说你中国主要依赖进出口 现在西方那边完了 那我们的经济不大胜 咱这就一年二个话题来了 咱现在还在 咱那个卖汇储备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咱们的贸易向的顺差和资本项目向的顺差进来了 就是你入大于之了 所以这种情况 咱们在拼命创汇的同时 靠我们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这血汗钱 挣回了一堆票子 现在这票子就变成最大风险了 这就是中央 为什么说我们必须实行战略性转型 要扩大内需 当然现在我们也还是说 外需内需并重 这个我们不要这个把外需调的过大 但是总体看 我们必须实行这种转型 因为我们现在的储备太高了 这个已经当年是为了安全 但是今天已经是 国人心中最大的隐隐的一个痛 是一把剑 必须要利用美国衰退这两年 我们得把它花出去 这就引出了 是分呢 分给老百姓 就是咱农民一人分1400美金 咱到哪去 我不是听到有些经济学家也讲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的这种强力干预 实际上可能把市场越干预越麻烦 就是他这个萧条是自然有一个周期性的 过了这个自然会起来 你这话 政府不该插 我还得插文桃一句 文桃你今天你是在嬉笑咱们谈话当中 你引出两个最沉重的话题 这美国的危机到底是政府干预救的结果 还是放松管制 衍生品过大 泡沫过大 今天 你就是因为政府太放松的结果 所以又引出了美国人到底该不该救世 这我们的几位经济学家老批评 说咱们格老 咱美国是三老 格老八老所老 说格老是肇事者 都是他闹的 那实际上呢 在目前来看 凯恩斯主义也好 但是这个里边 就是斯密也好 这个经济学咱太深 太深了 这咱不提 但是 你在对奥迪斯 在困难时期 美国人今天他必须得救 他只不过我们要讨论他怎么救 可能方法上有问题 但是美国如果今天不救 立刻救完 那不是有个经济学家举了个例子吗 说就这样一个吸毒的 找医生 医生还给他开马飞 那不是越救越麻烦吗 但是有一条啊 这一条不能证明医生不应该救 你是马飞可能开错了 开错 你有可能不应该再往华尔街里边 简单的去 那些大银行里边无底洞 就这边他漏血 你发现他的债务越来越多 坏账越来越多 你得首先把他的这个机制 补漏的机制建起来 否则的话 你这边钱忘了越注 他那边窟窿没堵上 他还在漏 所以这个是你不要打马飞 可能有别的方法 但是医生还得救 就说打马飞啊 通俗的讲 现在我们所有救危机的方法 都是把危机延后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 要让后代人承担我们今天的部分痛苦 这个道理没错 因为你举债 举的是三十年债 三十年后我们都不在了 对吧 但是你想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今天死了 他哪有后代 绝后了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是什么 就是相信我们的后代 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就是信心 精明信心 就是把我们一次性的痛苦的危机 可能分解成两次 把一代人承担的痛苦 把它分解成两代人 我们给后代留下的问题越多 我相信我们后代解决能力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方面我们要把当前的危机分解 另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管好现在的资产 这再回到我们的外汇储备 两万亿了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保持流动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 我们只需要三千亿 就是三千亿保持一个进出口平衡的结算 那么超过三千亿 这一万七千亿就出现了一个管理问题 原来没这问题 那么管理呢 你买美国的国债刚才季鹏讲了有问题 你说不装在这一篮子 你装别的地方打仗了 你放哪都不安全 这时候大家想一个常识 打仗的时候 大家什么东西算数 食物 你有真的才是真的 对不对 这时候就必须跳出外汇管理这个盒子 把汇变成资产 这样呢 我们就给后代留下的资产 我们既给后代留下的债务 因为我们要发债旧金铁 四万亿哪来的 至少三万亿靠发债 但是我们同时要给后代留下资产 资产在哪呢 中国人多地少缺的就是资产 中国的外汇储备 如果能够转换成各种类型的资源 所以你这时候 比如说是什么土地 比如说土地 中国人到国外去当农民 比在中国当农民 我差一句 买资源 买土地 买资源 买石油 我们现在有一个过剩产能 如果我们把外汇这一篮子 变成产能这一篮子 我这一篮子里边缺什么 我买什么 这时候 到外国买去 到外国去买 向全世界收购资源 然后我们发债来就当代 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给后代留下的债 我们又给后代留下 赵咱现在这边会储备 买半个地球有余吗 咱们先去上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他说这买呀 你们刚才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是债吗 这债能买东西吗 现在啊 这个基本概念 必须要把它阐述清楚 这个外汇储备是我们的贸易顺差 或者外国人到这来投资 按照我们的结汇制度 那么他一进来 我们就得给他兑换成人民币 问题是这个人民币是怎么来的呢 人民币里边 我们基本上是我们的储备货币里边 主要是我们印刷出来的是一部分 超印货币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你进来一个美金 我们这边七个人民币印出去了 印出去之后 这个钱美金如果不花 那么我们这个票子在现实中运用 他这个货币就有过剩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求商业银行 那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存到央行来 所以金融机构存款又存回央行了 所以这个钱进来呢 就变成这个结完会变成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 这边呢是变成了我们超印的货币 储备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存款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就讨论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资产 这个任何人啊 包括我们一个企业国家财政部央行 包括我们个人 主要你有住房按揭 你有信用卡 你都有实际上你都有资产负债表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钱啊到底怎么花 那就变成了这个资产就形成了债务性的资产 那拿这个资产负债表 左边这个资产 现在我们就涉及到了 是买美国的国债 还是我们找到其他的渠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